2002年,刘亦菲15岁,因为一则房地产广告,被新粉丝家的制片人选中,出演《女二号》,从此开启了自己演艺事业的大门。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亦菲一步一步地坐上了《玉女派掌门人》的宝座。 因为说是长头发,然后平时很安静,然后演的角色就是《玉女》,完了之后还觉得《玉女》这个词好像很宝义,或者说是很唯美。 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的唯美,因为我觉得长什么样子已经定了,那就上天给你的一个礼物,就长得也被大家喜欢的话。 但这个东西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是给予不了我太多满足感的,我肯定是要追求更多创作上的冲动和喜悦。 所以我也不觉得一个人性感一点,或者说是有张力一点,或者说是有时候有些角色,甚至可能有一些邪恶啊,愤怒啊。 我都觉得这些是很美好的,因为它是表现真实着一个真实着人的情绪,那出来的话可能就是唯美的。 你看那个Nathalie Portman的《黑天鹅》,其实是很邪恶那一面,但是演出来大家很震撼到,因为那都是每个人潜在的一些潜能。 就感受到这些东西出来之后,那才是人性和演员闪光最美的地方,而不是一张说脸多么干净,或者说是形象多么的,形象我指的是,不是内心,形象多么的纯洁。 我觉得那都不是真实的东西。 在电影《童雀台》当中,刘亦菲首次尝试了一些激情戏的演出。 开始突破玉米标签,寻求转型。 快,那不是现在。 我是真的一点杂念都没有,因为其实外面的人看我是通过原来的过去很多遗留的那个记忆啊。 但是我每一刻都是在面对一个全然的一个新的一个一个空白的一个创作过程。 所以我演戏的时候真的有杂念就真的马上去清掉了,也没有想到去所谓转型。 因为演戏的时候其实每一刻都在变,那是你没办法用理性去控制的。 那结果出来可能你当时感受是这样。 你演出来之后,别人就会说啊好激情啊,或者说啊好。 其实那都是结果。 最重要的是核心的部分就是人物嘛,和人性。 要不然这电影是没有灵魂的。 因为曾经在电影《倩女幽魂》当中出演小倩, 2011年,刘亦菲在《倩女》官方组织的《最具穿越气质天后》网络票选中脱颖而出。 根据玩家的意愿,网易邀请了刘亦菲代言《倩女幽魂》。 我觉得就挺有缘分的,因为跟《倩女》这电影也很有感情。 然后拍完之后,马上就这个网游找我。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就是延长了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觉得包括拍《网易》的这个游戏广告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创作在面前。